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明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活计节目当中 再一次的跟你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真理 今天我们继续前几天已经在探讨的一个题目 葡萄树与枝子 我相信从过去的几次探讨当中 你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了 在我前几次的讨论里头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 这个比喻里头主要的特色 葡萄树是耶稣 在葡萄树里面的枝叶 那注意了 这里枝叶两个字呢 枝是果枝的枝 叶是叶体的叶 意思就是水分 也就是生命的源头是圣灵 原主人是父神 枝子是基督徒 在整个比喻里面呢 神所强调的是主要的目的呢 是果子 这些果子有两类 第一类是品性上的果子 品性上的果子 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如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 第二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能够引领别人来归主 因着我们所结的果子里面的种子 使更多新的树生长出来 也就是有更多的新的生命结出了 又或者是像真言书的十一章三十节所说的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结果子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那就是藏在耶稣里面 能够藏在耶稣里面 又有赖于两个条件 遵守祂的话和服从祂的命令 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就跟你指出 要分别接受管教和接受修理 有所不同的 这两个词 接受管教是因为犯了错 受修理是因为要剪掉好果子 使它能够接触更好的果子来 我指出很多基督徒在受修理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很迷茫 他们奇怪呀 哎呀 为什么会受到惩罚呢 其实他们并不是受惩罚 他们是因着神的眷顾 而受到修剪而已 在今天的探讨里头 我要跟你分享结果子的四个后果 第一个结果子的后果就是 你的祷告得蒙应允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第七节里头 这样向我们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啊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就好像神应许我们 无论我们要求什么 他都会答应了 但是你要明白呀 这个原则要建立在一个关键上 就是要藏在他里面 他的话又藏在我们里面 把两者摆在一起 那意思就是指我们生命里头的思想 反应态度都实实在在的 与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一致的 因此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愿意的去 祈求的时候 我们就正是求神所想的了 我们的意愿跟神的意愿是一致的了 那这种态度一部分是由于上次节目 我所讲到的那个修理的过程所引致的了 所以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正在受修理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希望我所讲的能够引导你明白 发生在你身上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然后你要知道受修剪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得出来的效果是足以补偿一切的 你可以试想一下 凡你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弟兄姐妹 要坚定 不要在这一点上灰心 顺服在受修理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到那恩典之地 无论你愿意什么 神知自己必然得着 那么另外一个结果子的结果就是 父神得荣耀 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 耶稣这样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子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那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结果子的时候 神就因此得荣耀 我们越多结果子 神就越能够因我们而得荣耀 那你知道 万物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 正如犯罪的经义 是让神的荣耀受亏损一样的 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 有保罗的一句名言 他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我们的罪曾经抢夺了神的荣耀 我们没有能够给神 他应得的荣耀 现在以信心和顺服代替罪 使神的荣耀开始得以恢复了 所以当我们借着信心和顺服 结出更多果子的时候 耶稣就说 父神因此得荣耀 那如果你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你就会很热气的盼望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 这份可想比一切其他的可想更加的殷切 第二个结果子的结果 耶稣说 你们多结果子 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看呢 多结果子证明你是基督徒 这个证明比单用口讲自己是基督徒 就更加有利了 今天很多人都自称是基督徒啊 但是他们怎么样证明呢 耶稣并不看什么宗派 什么教会组织 或者什么人的特别的身份 他只要看见果子 就会说 这真是我的门徒 所以我在这儿要提醒你啊 不要过分的专注在教义的事情上 宗派的分别上 这些事情都可能拦住了我们结果子 让我提醒你把生命力 要集中在满足结果子的条件上 那这样呢 你就会荣耀父神 并且证明了你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结果子的第三个结果 那是得以留在神的爱里 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九节 耶稣这么说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那这是一幅何等蒙福的图画呀 得以藏在神的爱里 不再从神的爱当中流失了 迷路了 不再因着失去神的爱 而感到孤单冷清了 在这一生当中啊 没有什么能够补偿 代替失去了神的爱的 失去了耶稣的爱 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补偿的 耶稣说 如果你藏在我里面 你就会多结果子 你就会藏在我的爱里 弟兄姐妹 你要明白 藏在耶稣的爱里面 就是得到完全的安全和满足了 当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的时候 我们所有最深的需要 都能得到满足了 在神那里 有完全的平安 我常常参照了保罗 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第三节那里的一段话 他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一起藏在神里面 在神那里 我们与基督 有一个隐藏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出于 藏在耶稣的爱里 在那里 有周全的保护 在耶稣里面 在神那里 得到保护 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生命 得到双重的保障 这生命是隐藏不见的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生命现在是隐藏的 但是有一天 它会彰显出来 世界可能看不见 但是那些在里面的人 知道自己实在存在其中 他们一生当中 平静自信 为旁人所羡慕 但是如果人从来没有尝到过 经历过神的爱 他们就不能明白 他真正的源头 或者说 他真正的性质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看 第四个结果子的结果 是双重的喜乐 神的喜乐和人的喜乐 这是一幅最精彩的图画了 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一节 耶稣这样说 那我们留意了 耶稣讲到了两种不同的喜乐 就是我的喜乐和你们的喜乐 主说 我们若常在他里面 并且结果子 我们就得偿两种喜乐 这两种喜乐是什么呢 基督的喜乐 是基督与神之间的父子的亲密的关系 所带来的那种喜乐呀 这是与他同在的喜乐 但是他又说了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喜乐 这种喜乐 我相信就是 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所带来的喜乐 所以 在耶稣里面 我们首先能够享有 与耶稣同在的那种喜乐 然后 我们分享 耶稣在父神里面 所得到的喜乐 这是双重的喜乐呀 他的喜乐 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喜乐 得以完全 但是 这些都由于 我们结果子的缘故 在结束的时候 希望让我简单的 把多结果子的四个结果 做一个总结 那首先是 祷告得到应允 因为圣经说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第二 神得荣耀 我们得以证明 自己是真基督徒 第三 常在神的爱里 在神的爱里 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啊 这个隐藏的地方 也是人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 第四 那就是双重的喜乐 享受耶稣与父神 同在的那种喜乐 也享受我们 与耶稣的关系所带来的人间的喜乐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 又差不多了 那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要 要探讨另外一个新的题目 希望到时 你按时收听 我们一起来探讨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